都甘拜下风 请继续收看长寿之乡 中夏 而且非常注重自己的仪表 每半个月 要去离家两里路的村理发店剃头发 每回都有63岁的女儿 骑摩托车 在老人去理发店 您学会骑摩托车有多长时间了 一年半 去年 我们的女士给我们买的 买到我 我们弟弟的时候你就学去 你学完的卡拉克都方便行 60多岁的周万英 为了学骑摩托车 方便送父母出门 苦练了一个多月 好些次把膝盖骨摔伤 可是这些周万英 都并没有让父母知道 怕他们担心 上了年纪的女儿 在这过了百岁的老父亲 来到了村理发店 可是这天理发店 却关着门 两人只好失望而归 103岁的张尚华奶奶 听说老伴没有剃成头发 拿出了家里的剃头刀 就要帮周船府理发 在过去几十年里 张尚华都是自己为老伴剃头发 但在五六年前 张尚华的势力剧烈下降 去医院检查后 确诊为老年白内障 从那以后 他就再没有拿过剃头刀 我们的弟弟非常小时 弟弟蛮好 我们的弟弟 后来打电话 我就看我们的 有百八岁的人 能不能周眼镜 结果在那周 他是最大的年纪周眼镜 周来的时候 不要害怕 开刀花了多长时间 还没了一个工作 疼不疼啊 还好 像妈妈都干了 武汉就来开了 张尚华的儿子 花了三千元 为母亲治疗了一只眼睛 手术效果不错 老人恢复视力后 每天又可以自己出门 去找老姐妹聊天了 儿女们准备再为她的 另一只眼开刀 可是老人却说什么 也不愿意再做手术 这个眼睛为什么不开刀呢 我不感觉 不可以过 他开了赚钱吧 我的儿子说 你不抽钱 我哥 还是儿子小心了 他不小心 在我们采访过程中 一提起孝顺的儿女 两位老人就非常开心 他们认为 没有儿女的孝顺 自己就不可能活到这么大岁数 儿女们为老人们创造出 心情舒适的环境 这也是长寿老人家庭的 共同特征 中国的儒家遵从孝顷敬老 数千年来 敬老爱老的风尚 在这片土地上代代流传 中详市 关庄湖村 有一位 拐下围棋的百岁老人 王祥珍 为了陪老人下围棋 他的儿孙们都学会了围棋 我们听说 这位一百零五岁的老奶奶 是远近闻名的围棋高手 附近村镇 没有人能赢得了她 年逾百岁的老人 居然如此奇异高潮 着实令人称奇 我们设置组的灯光师 李林自告奋勇 要与老奶奶对异一举 看看老人的棋力究竟如何 这场围棋赛吸引了众多村民 王祥珍吓得非常专注 可是不过多久 李林就吃掉了老奶奶的好些白子 这时一个围棋的年轻人 开始为老奶奶支招 原来这位年轻人是王祥珍的孙子 眼见奶奶的棋局有些危险 孙子赶紧出来救场 祖孙俩同心协力 白子的势力范围越来越大 李林的黑子很快落败 你拿纸帮他下 奶奶我输了 我没吃的 你赢了 奶奶下得怎么样 奶奶她一开始下我有点晕 应该是下围棋 应该先站脚 奶奶头一个子先站中间 我以为她跟我连五子 那我就一下 结果她一下给我围住 给我拔一个子出来 我一看还是下围棋 那我就陪奶奶下 赢了一局棋 王祥珍非常高兴 他得意地向我讲起了 手中棋盘的来了 这个布景的 奶奶的个儿子下的 他下入了 他下两盘都下入了 他那个儿子他不下 不下的就把棋尬尬了 年轻人下棋输了之后 把棋盘送给了老人 王祥珍用这个战利品 替代了自己原来用的围棋纸 每回用新棋盘下棋 感觉甭提有多好 可是老人的儿子 殷文宝却告诉了我们 那一次棋局的真相 王祥珍的家人与村里的邻居们 都不约而同的 他用了一种娱乐老人的方式 那就是保持他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能够战胜对手 这样老奶奶成为了远近闻名的神棋手 今天又赢了 看来自身很难棋封对手 王祥珍老人有些孤独求败的感觉 当然这种感觉也让他的心情很愉快 或许正是忠祥这敬老爱老的氛围 令当地的老人们过着舒心的晚年 也造就了千年长寿之乡的美名 一百零四岁的老人织布 一百一十岁的老人唱歌 长寿相比兽性多 一百一十岁的老人唱玉米 一百二十三岁的老人能砍柴 他们健康长寿的秘诀是什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